好 那我们先来上课 刚才就来看一下是不是要让你再点一次 他们就想说我会点一点点两次 你上课基本上是学生的地步 你让学生书读得好不好 必须要有基本的态度要有 上课是你的基本地步 除非你自己退读得很好 你会不参与我们 我要上课的参与 你上课自己参与有15分 但我们会点的每一次都一直扣分 但是就是一直扣几分 可是基本上你如果不上课 那我们不是那么在意 要把课堂参与这15分都拿到 那你没有关心 因为没有这15分 那我们现在呢 先看一下上个礼拜讲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上个礼拜讲呢 我说上个礼拜讲这个第四章的章节呢 其实呢不是在我们学课本 而不是在学校里头 学一些课 学科有用来一点 我想这个知识 在未来呢 你们在做很多的一个比赛的判断呢 或者是很多的日常上面呢 的一个投资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决策 都有很有帮助 那这个对我做呢 这个东西呢 不是只有在科里面上的使用 好 我想大家今天在里面讲事情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好 那待会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下个礼拜 上礼拜 上礼拜 有另外一间教师 有一部的同学 会以为这类的教师 有一部的同学 会以为这类的教师 要换另外一个教师 那我会请朱教先把那个 座位教先派出来 好 那到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8点 8点半半 好 昨天之前 我会先请朱教先派出 座位先公布 尤其是在我们的教室 外面公布 那我再会请一下 他两间教室 最近教室做的另外一间 让星期 西班帮我寄 好 有问题吗 好 好 那上个礼拜讲的 我们只讲到 你们这个 甘利肃利而已 然后呢 中职限制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要开始看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有一个年纪的部分 但年纪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 我们常常知道 前一阵子呢 我们以前 刚才应该是去年开始了 以前的老保 当时退休 我们的老金法额 对定的时候 老保去一次付费 退休金 好 那从去年开始呢 它其实是非常 只要一次退 以年金的方式 它年金的一次呢 就是每一个月 现在的年金呢 基本上的设置是每一个月 那老保能根据你的投保薪资 根据你的投保年资 然后呢 去核发你的续修金 好 那每个月可以 好 所以是老保年金 好 那 基本上呢 这个年金呢 其实相较 就活得越久 年金都很标准 活得越久 也会越多 那当然我要先讲一下说 那为什么当中有一个 这个老保年金的一个规划出来 这是两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 老保的基金其实如果 提供率是不够的 责任的费是不够 如果所有的 符合退休的人呢 那一次领退休都领光的话 那可能老保年金的 结果胜利就很少 那你胜利的钱很少的话 你要去 同志报酬率 因为你数小的话 你同志报酬率不得要很高 要不然的话 你能够累积出来的 那些金额 这个失职金额 就会比较少 所以呢 那也希望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因为老保年金本来就 真的有这个不够了 所以如果他全部都领走的话 可能他的这种 这个不足呢 会比较他的明显 如果现在已经十月钟了吧 你真的很兴奋当中 是什么时候 好 那不是第一次而已了吧 你上 我能够持续说第一台 那我觉得很正确 持续喔 那是第一次而已 不是吧 好 中间有一段时间是 好 好 就是大家安静一下来吧 好 我们今天开始正式上课了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就是 我刚刚提到这个老保的问题 老保年金 那我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老保年金呢 那也是一个老保局呢 为了避免他的破产 或者是他未来的那种不足呢 会越来越扩大 所以他就不利用年金的方式也很缓 或者是呢 避免到老保破产的 有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对老保局来讲 老保的立场 那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讲 其实用年金的话 他其实是 对 对劳工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一般人一下子 如果拿到一两百万 你可能上大之间你会觉得你很有钱 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去规划 那或者是呢 你就比较容易去听信人家 什么 我们之前呢 前一阵子有听到这个新闻上面 会讲说 广西那边啊 他们就是有一些吸金警款 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投报啊 然后你现在呢 比如说广西那边要开发一个什么市政 那所以呢 如果你去把你的钱去投资到那边的话 每一年的投资报酬 可以到达百分这些 但是很多呢 很多人呢 你也许听到这个报酬令了 就很吸引啊 所以他就没有去评估这个真实性 好 所以就把钱呢 手里有的钱呢 那他通通拿出去了 那结果呢 他是一个市政集团的事情 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同资啊 所以呢 这样子不会造成 你后面的未来的生活 就有无以为的性子 好 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考虑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把老板 就鼓励大家是用什么 年金的方式 那年金呢 我刚刚也讲过了 那年金就是指固定的时间支付 或者是收到固定的金额 就叫做年金 所以固定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一季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一年 就看你的年金规划的时间长短 所以年金指的是固定的时间 那至于这个固定 那至于这个固定 就看每个条件来定了 没有周固定一定是指一年 没有周固定一定是指一个月 好这个 所以我们要先确定 先确定一个认知上面 要知道年金的意思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收获固固定的金额 所以老保年金呢 也就是说你家是投保老保的 那你到你退休年龄的时候呢 那会根据你的退休的 当时候投保的薪资 他现在薪资不是投保当时候的 就是好像是150个月的平均 投保薪金额去算 然后再来算你的投保的年资 来计算你每个月可以领到的老保 退休的年金是多少 他现在是每个月支付 好 那当然这个就是老保年金 那其实除了老保之外呢 其实当时候有一个一开始引发的 我想其实造成很多这个 我现在如果就是观念呢 来问我说你从这种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要每次投入 我都不敢讲 我是公教人员 因为现在公教人员有点凄惨 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公保退休金 就变成是引起很多的一个讨论 那好像变成是公务人员 好像你退休金是一个免充 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现在你是额外一外话讲解一下 我觉得现在他们公务人员 我觉得没什么好 为什么好 本来公务人员好的地方就是 他工作是比较稳定 最稳定就是政府能汇到吗 所以你会被裁掉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未来呢 你现在你的可能不会很多 可是你未来退休的时候 有一个很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 来维持你的退休生活 那这样的前提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你如果去比较一下呢 很多的公务人员 可能在初期的时候 当公务人员 你就算是什么初等的啦 或者是平等 你进去的薪水大概也有三万多 那如果你高考进去的话有四万多 但是呢 他每一年呢 可以跳的那个座一定是固定的 好 每一年可能 如果你是烤鸡是假等等的 符合你可以跳级的条件的话 每一年大概可以跳的级呢 可能增加的薪水大概六百块七百块 可是他有个底 到了某个地方你就跳不上去了 好 那不管你是初等考试 或者是冰等考试 或者是初考 或者是高考 或者是低等 他都一样 到某部分他就已经是停住了 那你一想不叫说 好 我初等考试经費有三万块 我现在一般的人出工作22K 三万也不错啊 好 所以期限很多的比较起来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公务人员的那个待遇好像不错 但是你如果经过五年十年之后 他其实公务人员的薪水 他的调整幅度相较于其他的 如果你一开始在私人机会的话 他调整的幅度是少很多 所以经过五年甚至 如果长一点来看十年 绝对 除非你是一直搬工作 然后一直没有让你的专业知识 或者是你的职场的竞争力提高 要不然的话 照理说你的薪水 因为十年前进入公务机关的 我那个同学来讲到 所以公务人员的牺牲 有这个牺牲 他作严点在哪里吗? 是作严在未来的退休 那单元俊呢 其实我有个朋友 他在那个石化厂 那他也不是非常 就是算是中阶干部吗? 他的年薪呢 他退领的年薪 都比学校的教授还要多 甚至多出1.5倍左右 那可是呢 当然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的退休金可能就是 根据他们公司的规定 没有所谓的年薪制度 所以如果就在工作当中呢 其实公务人员的薪水 因为整个total的 这个工作期间里面的总薪资 我想一般绝对是不会大 超过那个一般私人企业 如果你的公司是中 因为太小 那你也这个 一般的公司的一个薪水阶级 所以他里的薪水一定会比他少 但是我说了当时候的 公务人员或工作人员 其实他的主演点就是在于 他有一个比较稳定 然后还去获得退休金 那但是现在呢 因为整个大家都不看前面 你比多少 看到后面你比多少 所以现在公务人员 你为什么可以理这么多? 为什么我劳保退休这么怎么 为什么只有理那么少? 所以就会很多的反弹声音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公益 那但是呢 在这个工潮之下呢 其实这个机关这边呢 明明是没有不对的也不敢大声地讲 所以我现在很多同学在要考工家器官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说你想清楚喔 我觉得工家器官除了一个工作也许稳定 就是政府不会讲 你也只要正常的工作 该做的是你要做 不要说你一定要很放心地做什么事情 你还是可以保证你的工作 就不会有平等 虽然说一直在讲说公务人员考验要我平等 可是如果我都很正常工作 我该做的事我就会很认真去做 为什么打我平等 所以其实是比较不会 所以你真的是很混 那或者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那当然就会有这个可能性 要不然的话公务人员的工作 他就有一个稳定 其他没有了 那未来呢 你说那公务人员的退休 公保的退休金呢 会跟老保的退休金的差距会慢慢地缩响 那当然你说他一下子会变得 跟老保的退休金是一样的 也不是 可是他要你那么多的退休金的时候 他的自体负金就要捕到了 所以自体负金呢 其实拿我们现在自体负金的金额 都比一般的劳工所及的自体负金还要高 但是他都不会去看你前面做了多少努力 或者是你自己牺牲了多少 只看到你后面有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 就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不要只看某一个天 因为很多事情 其实一定有它的前面后果 好 所以呢 现在呢 除了有所谓的老保年金之外 同学如总你跪得来 好 你不要想说 那我毕业之后我没有工作 那我就什么保都没有 现在有个国保 国保 国保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从 我们之前有的老农年金 后来变成老人年金 老农年金是你要有农民身份 那老人年金呢 后来是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选举制度之下 所衍生出来的 那老人呢 你家满65岁 然后呢 你没有理事班的退休金 好 就是如果你是购物人 你退休金就没有 你退休金就没有 但你65岁也没有 那你就可以你钱包三千块 那我记得那时候呢 这个每次呢 就是在选举的时候 就会你长得多一段时间去吗 那选完了之后呢 就隔一段时间都没有了 所以那时候的老人年金呢 其实是不会那么的稳定 不是那么固定说 每个月给你三千块 那后来呢 因为慢慢的 因为很多的在选举过程里面 就很多那个候选人呢 尤其像已经是在职的 他为了要能够连任呢 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为了后来 我的想法 我的观察 我认为是为了让他公平起见 所以就是变得是 不要是因为候选人要 也不能说买票了 就是说为了要拉拢那个投票人呢 那个来做的一个所谓的福利措施 所以现在所有的老人年金呢 是绝对这样一符合 他某些条件都全部八化 但是呢 其实这样对政府 这些那么大的权劲负担呢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就会发展出所谓的博民年金 那博民年金就是指 你没有 你不去公务人员 所以你没有公保 你不是劳 你没有在工作 所以你没有投劳保 那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你就是什么 投博保 那博保呢 大概就是政府负担一部分 那这个投博人自己负担一部分 那大概相较之下 自己负担的金额是比较多的 好 因为我记得如果像劳保的话 如果你的最低薪水 投博金额是一万九千多 好像现在最低公司一万九千多 你的劳保 劳保要缴的金额 大概是两百多块 好 两百多块 那如果你是国保的话呢 国保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在工作 所以你就 政府就是现在 其实已经强势你要去做 一个投博保的 投博保 那国保的话呢 你的月大概要缴六百多块 到八百多块 我真的记得 所以相较之下 比劳保的金额就高很多 所以资付额就比较高了 所以前一阵子有一个同事 所以我要讲的是 如果你毕业之后 你有工作 没多久呢? 劳公主 那是哪里发出来的? 因为劳公主就会发出一张 缴费的一个通知单 好 那就是你缴国保 那不是国保 那你想说 我也没工作 我为什么要缴劳保? 那不是劳保 那是国保 那之前有的同事就问我说 因为儿子是念那个国班 好 那好像是做事之后吧 我不太记得 反正就是基本上如果以后毕业 你没有学生的身份的话 你就要投博吧? 那就问我说 他可不可以不要交? 我跟他讲说 基本上这是一个强制保险 他是有保险效果的 也就是说 他是可以 也不能说强制执行吧 等到哪一天他发现你有收入的时候 他可以去强制执行 去从你的收入里面去扣这个国保的费用 那我说 其实你也可以交啊 因为未来你退休金的时候呢 你有一部分是劳保 因为你未来工作之后 你会投劳保 劳保会算给你退休金 那国保呢? 会根据你投保的那段时间 算给你退休金 你未来会有两个退休金的来源 基本上至少现在的社群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会说你现在投了国保 那未来你有工作 投了劳保的时候 你国保这边投保的金额都 完全都没有了 很适合 是 他如果没有工作 到来就想 自己想办法呀 他总是懂到他年纪够大的时候 他就都用15岁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啊 好 所以这个钱要从哪里来? 自己想办法 跟你父母要钱啊 好 所以你当同学到我都没有工作的人 譬如说像 很多呢是 这个夫妻的话 先生工作 看起来没有工作 看起来就要投国保 那谁帮他交? 他老婆帮他交啊 好 所以你 譬如说你未来你退休 你毕业了 你没有工作 那你要投国嘛 你要交保 对哪里来? 你不想办法 你父母接近啊 那等到你65岁 符合你退休金的年龄的时候 那国保就会算 你投保那一段时间 你的投保金额 投保的年龄 给你一年退休金 应该也是年龄 也是年龄 可能金额都很少 假设我只有投保三年 你可能为了你的存在 可以退休你的金额 可能每个月就是几十块 或几百块 可能嘛 好 因为我还不晓得 他真的算出来是怎么样 可是基本上你是可以赢到的 好 好 这个就是国保 那这个劳保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在谈的年龄就是 未来身体内普和退休 现在我们在讲说 像你现在如果是劳保 现在劳保 我们本来劳基法的规定 可以是你服务满25年 或者是你年满55岁 然后你已经工作了15年 你就可以领退休金 所以我们本来规定是55 55岁你就可以可退休的 领退休金 那现在政府为了要鼓励 或者是呢 要避免要那个退休金 这个提早这个 应该是说鼓励大家能够延后退休 所以现在呢 他就规定 你劳保 如果55岁就退休的话 基本上你要到60岁你退休 你的劳保年金都不会被扣 可是如果你提早55岁是可以退休 可是如果你要领退休金的话 你每一年你就是少了5年嘛 每一年就少4% 所以5年你就少了20% 等于说你55岁退休 你只可以领到 如果你60岁退休的8成 所以当时我们的同事 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算 如果我提早你这5年 就能少领的这个20% 像我如果60岁再退休 那我可以 假设我可以活到80岁 那我只能15年嘛 20年嘛 那如果我55岁里的话 我可以25年嘛 就是算 那其实各有它的可能性嘛 所以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选择 所以现在的劳动基准法的规定呢 就是你虽然年满55岁可以退休 但是你的退休金是会被扣的 或者是60岁就是你可以领到百分之百 可是如果你不到60岁的话 我们就少4个人 那如果你说那我想工作到65岁 那就我的老板会怎么帮助呢 你超过60岁每多1年的话多4% 所以呢你如果工作到65岁的话 你可以依你60岁那时候 你的退休金的1.2倍 你是多百分之20 那就是鼓励你多这个延后退休嘛 那未来呢 我相信大家这个身体要练好一点 然后要找到一个你有兴趣的工作 因为我相信为了大家的公共典资 可能要到65岁才能退休 所以大家要把自己身体的养好一点 然后再来呢 一定要找到一个你觉得有兴趣的工作 我都常常讲说你未来的工作呢 你如果毕业之后你花了两三年 去寻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 我觉得是很值得 因为你未来的工作可能要有40年的年纪 假设你25岁开始工作 要到65岁才能够退休的话 没有40年的工作时间 你现在你看你现在10岁 你现在才都10岁而已 你现在未来的工作 比你现在还多了两倍 就是你的两倍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份 你觉得做起来是有兴趣的 有乐趣的工作 才不会每天眼睛一睁 还要上班就觉得很痛苦 那你这样痛苦的事情 你也是很可怜的 好 好 那这个是 这不是我们科名要讲的 我只要讲的是 这个提醒大家呢 这个做好未来的规划是 是很重要也有必要的 那因为呢 我们现在所讲的年金跟未来 大家也都是有息息相关 那我们刚才已经先提了喔 年金就是什么 固定的时间收或者是付固定的金额 那其实呢 这个地方其实大家有想想看吗 我们在讲初块的时候 其实也有年金的概念进来囉 如果大家我们现在记得吗 初块里头我们有学过一个 公司债发行价格的计算 记得吗 公司债的发行价格怎么算 我们假设 我现在呢 发行一笔一百万 我也值一百万的公司债 好 那我的债券的 我的战券的票灭利率是百分之十 然后我是十年期 每一年复习一次 好 每一年复习一次 好 那我的假设我的市场利率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有讲到一个市场利率 好 假设我的市场利率呢 Market rate 是百分之百分之十二 好 那我们就问你发行价格 如果市场利率跟票面利率一样 我们就会评价发行 记得吗 我们在讲公司债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人先谈 公司债会有折议价 为什么有折议价发生 是因为公司债的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一样 如果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一样 我们就会叫评价发行 我们也值一百万 我发行的价格是一百万 如果我的公司债的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一样 如果我的票面利率 如果相等 我就是什么 所谓的评价发行 如果是这样呢 我会折加 市场利率比较大 如果是这样呢 我就会溢价 好 那到底会不会是这种结果呢 我们可以试算看 你看 所以当时我们有做过这样子 公司债发行价格的计算 在市场里面 我相信大家大概都有这个 弱过价格的连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十二 我的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十 那我的发行价格怎么算 第一个你要想 公司债 债券的特性是什么 固定的时间支付固定的利息 对不对 看我们的复习日是指哪一天 我每一年的话 假设我每一年的十二月三十要复利息 所以我发行一月一号发行 十二月三十要复利息的话 那我每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就要支付一次利息 所以固定的时间支付固定的利息金额 那我利息怎么算 票面利率乘上票面金额 然后乘上我的支付利息的期间 那我刚刚之前也讲了 如果没有特别强调 我给你的利息都是免利率 所以我来看一下 我的发行价格 第一个我的利息怎么算 一百万 乘上票面利率百分之十 就是我要付利息多久付十一次 十二个月付十一次 好 那我要付息几次 我每一次每一年都要付利息一次 是不是每一年的年底支付固定的金额 就是什么 十万 因为票面利率是十百分之十 我的金额是一百万 所以我每一年年底都要支付十万块的利息 我支付几次 支付十次 好 所以我们当时候是不是这样 那我支付十次 我就什么 年金啊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每一年固定的时间支付固定的金额 好 那我的利率是十次 也十年 那我的那个限值是多少 根据我的市场利率 记得吗 我的市场利率就是百分之十二 我先给你的 好 然后呢 十年之后的你就要返本啊 好 再次是要返本的 到期值是多少 就一百万 十年之后的一百万 值现在多少 好 复利限值 这是年金限值 这是复利限值 好 所以呢 一市场当初发行当初的市场利率12% 来算它的折限值 所以我这样算出来的金额一定是什么 比地市会小于一百万 就符合我刚刚讲的 当我的票面利率10 市场利率是12% 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它的地市是什么 折价 所以一定会低于一百万 那我们也可以试算看看 好 这是我先跟大家回应一下 其实这个概念 在我们讲公司在的时候 就已经有用过这个观念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来证明一下 是不是会低于百万 好 所以我的复利限值呢 低于12% 时期的话呢 是0.32973 0.32973 所以这边呢 是0.32973 0.32973 好 这是我们查复利限值表 1.32973 好 那我们查一下年金 限值 一样是时期 所以是5.65 5.650223 好 这是我们查表就可以看得到了 60223 好 所以我们来证明一下 算算的结果就是低于百分之 低于一百万 这一百万 乘上百分之十 乘上5.65 0223 好 再加上一百万 乘上点 对 3.2.1 973 所以算算算是不是882 196 好882196 是不是符合刚刚一起 当我的票捏利率是低于市场利率的时候 我就是什么 一定是折家发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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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 惜 ホ势